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愿以信义为誓 我愿以信义为誓 竭尽所能 对神明 对本土 尽责任 对别人要帮助 对规律必进行 香港同军是本港最庞大的青少年制服团体 过去接近一个世纪 香港同军运动不断发展 由初期的百多人 发展至今拥有超过六万名成员 香港同军与本港青少年一同成长 共同经历各种磨练 跨越不同的阶段始终如一 保住同军势始终的精神 揭尽所能 遵从纪律 服务社群 做同军可以帮助人 可以经常下水玩 可以接触大自然 可以帮助人 可以露营 有东西玩 我喜欢去露营 例如是风景 外面的团体人 可以帮他做狐狸 帮他帮助商口 多些活动玩 可以出去玩 又下水 又上山 做啊 去游戏啊 或者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 因为想学多些东西 有章巧 就会建立到人生目标 爸爸就叫我参加 所以我们参加了 小学做了有十年 我做了同军很久 其实计计计计计计计 我今年应该是第十二年 还是第十三年 一定会鼓励他参加 我不会说那么多 就是说你参加了 你就会知道他在哪里 我在1935年已经开始宣誓 加入了同军 那么就到现在呢 都六十几年了 战事走难的时候呢 我在同军所学到的东西 在那段时间呢 是很有用 所以我就可以活到现在 香港同军运动始于1911年 当时的一些英国商人和军人 开始组成同军类 到了1913年 香港同军第一类组成 揭开香港同军运动历史的第一页 随后同军旅团纷纷成立 不断扩展和国际化 逐步奠定了香港同军运动 在本港和国际间的地位 同军运动的历史 要追溯至同军运动的始创人 贝登堡分爵 当时他召集了一批青年 用小队训练方法 教导他们急救 传信和偵察等技能 更指导他们野外生火 趣事 追踪 露营等 给他们在实践中学习 在团结和纪律的训练当中 发展个人的潜能和领导能力 时至今日 根据世界同军组织的统计 全球已有超过150个同军会 由1907年创立以来 已有超过3亿人曾经当过同军 遍及全球超过200多个地方和国家 同军运动由1911年开始至今 一直实践承诺 揭尽所能 成员指指日行一线 服务社群 而同军运动的目的 正是促进青少年身心精神 途野生情 啟发思考 令他们能够成为未来社会的良好公民 有助于社会 青少年参与同军活动 在成年人的引导下 进行有进度性的训练 透过游戏学习 和不同年龄的经验分享 在成长中获取不同进度的技能训练 令他们在纪律和团结当中 发挥独立精神 挑战自我 展现潜能 成为社会未来的领袖 香港同军总会 致行筹建的香港同军中心 为属下女团和同军 提供合适的场地和设施 筹办和举行各类型活动 在香港同军总会属下 现在一共有1,500多个女团单位 成员人数超过6万人 并以年龄划分为小同军 幼同军 同军 深知同军 和乐行同军五个训练之部 接纳5岁至25岁青少年为成员 而18岁以上 对担当领袖有兴趣的人士 均可以接受领袖训练 完成训练之后 就可以带领其他同军 继续领行同军的职责 在总会核下 划分为各个地域 每个地域之下 均设有多个区 各区亦都由不同数目的女团组成 每一个女团都会定期进行集会 亦都会举行不同的户内或户外活动和训练 同时藉着各项徽章和奖励计划 表扬他们在各方面的结出表现 以激发他们多方面的技能发展 以及加许他们努力不懈、服务社群 目前同军总会分布于香港、九龙 和新界各区的营地和活动中心 例如洞子、大潭和沙田的同军中心 大美督和白沙湾的海上活动中心 还有基维尔营地 都可以提供多元化的训练 和兴趣发展给各同军 他们通过小队形式 参与各种活动和训练 例如户外力旗探险、学习生活技能 透过参与从中得到领导才的训练 考验他们野外活动的能力 爱护大自然环境 而参与社区活动 更加得到服务的机会 既可以发展个人兴趣 同时也促进人际关系 建立个人的价值观 进一步认识世界 可以说 同军运动不单只是技能教导和训练 更加是个人人格的培养和磨练 香港同军总会 每年都会举办多类型户内外训练和活动项目 包括进度性训练 露营、远足、国际电讯等 使得同军可以在得智体群各方面都得到平衡发展 在享受团体生活的同事 康复视野、关心社会 成为有责任感的良好公民 每年举行的香港同军大会 都会有超过一万五千人出席 而香港同军总领袖也会来临 并且颁发同军奖赠证书和感期给青少年成员 以及主持各项仪式 同军活动同时按照青少年的不同成长阶段 来作出不同的训练设计 例如对于深知同军和乐行同军 我们会着重啟发他们个别的能力和潜能 让他们自己管理团务 自行研究和选择课程、设计训练 通过同军活动来发展自我 同军总会还会为同军领袖提供目章训练 完成训练可以取得认可领袖目章 以提升他们在决策和人制关系的能力 同时也可以学习逆境处理 掌握青少年心理和情绪等 获颁发委任书之后 就要付起管理和带领各女团 以及指导同军的责任 同军运动的重要使命 是关怀和服务社会 这个也是同军要履行的誓辞和规律 同军总会每年会举办各项大型的社会服务活动 响应不同时期的社会实际需要 积极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服务活动 将同军运动服务 扩展至社会各阶层 过去我们还多次在本港举行同军大露营 邀请不同国家的同军出席参加 例如1961年香港同军今夕年 就举办首届大露营 主题是天下一家 其后同军总会也举办多次大露营 世界各地都有派同军到港参加 并强调每个同军都是世界同军运动的一分子 不受种族各界限制 在同军国际大家庭里面 各个地方的同军都是兄弟 总会并鼓励同军参加海外露营 让香港的同军代表可以远赴海外 发扬世界同军运动的友爱精神 以及扩展他们的国际视野 随着香港同军中心的落成 香港同军运动迈向新的里程碑 香港同军将会更勇于担当社会的责任 发挥同军精神 加强和社会各界的合作 有爱普天下,同军是一家 香港同军会继续积极推动同军运动 迈向21世纪 中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